那怎么办 我说师父怎么办 逃避他不是方法 我们呢 赶快观想 我们的心啊 进入这一位死亡者的心 安慰他 告诉他 照见五蕴皆空 然后呢 引导他的心跟佛连在一起 因为他会彷徨 然后再来呢 等一下他妈妈家人可能会来 一翻开会哭到昏倒 然后你要继续观想 以你的心安慰妈妈 妈妈没问题 我现在要升天了 你要一直这样 所以我想各位 你认为角落有一个鬼 你逃避他 那这个鬼永远活在你心里面 佛教里面讲了真相 要我们看到真相 那你要看到那一面 你永远超越他 所以我师父说 融入他 跟他合为一体 这个时候 你就会为他念佛 转化他的心 成为佛的心 佛的相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音菩萨 然后转到你心平静 因为你平静就代表他平静 记住哦 你怕他就怕 你平静他就平静 你慈悲他就慈悲 就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有人 有一次我问一个人 他会打坐 你看我爸爸去哪里 他回答我一句话 我非常好 你的心在哪里 你爸爸就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直念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的心 爸爸就在极乐世界 你是担心烦恼 怎么办 他又堕落了 所以心跟他合在一起 心一起连接佛菩萨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没有这个境界 那你不知道怎么修行 所以我们叫眼睛耳朵 心里感应看得到了 都有共业 就是说你跟这个事情有缘 不能你碰不到的 那你要利用这个因缘 来修行 修行我们所知道的 慈悲心 空性 对他生命负起责任的菩提心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 是因为我们华人社会 比较有机会面对 各种的人事物 那你要把各种别人的事情 这叫爱管闲事 各位要热忱 你不能说 我搬到澳洲 最好搬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或者说我去出家 最好去找一个 每天鸟在叫 那这样吵你的 没有人只有鸟在吵你 我把澳洲的鸟还够大声 呱呱呱 所以这个地方 没有地方不会吵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了 我看到鹦鹉 那我就跟 我的心就跟鹦鹉连在一起 然后他在想什么 然后我必须跟他连在一起 这叫跟众生 然后再引导鹦鹉的心 跟佛的心连在一起 也告诉鹦鹉说 你可以成佛 同样的 对恶鬼道也一样 对地狱道也一样 所以那一天 有一位我认识的人 前天晚上自杀吧 然后他们就传相片给我 还传他在微笑的相片 我跟他很熟的 然后我就帮他写牌位 在房间 你相不相信 他就跪在我旁边 各位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因为他跟我是好朋友 他的前辈 也就是他很尊敬的一个老人 死了 得还在死 挣扎很久 我跟他这个岳 他是他的岳父 他也很熟 然后他又做警察 最近因为香港的问题 让他觉得心理压力很大 所以他就烧炭自杀 但是现在最可怜的 不是光他们往生的两个人 最可怜的是那个太太 死了爸爸又死了先生 这个太苦了 所以然后他就在那边哭 然后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了 但是他感情上放不下 因为他太太怎么办 但是他又没办法面对他的问题 但是一个人会自杀 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 自杀鬼就在他旁边了 马上就在他旁边了 所以他是那种心态 各位你要马上跟他连在一起 这个叫悲心 慈悲心是你必须要感受对方的苦 然后你要把对方的苦放在你心上来 请问 当你很爱你的先生太太或儿女的时候 他心的痛苦你能不能感受到 你会疼 妈妈很疼儿女的心态 我讲这个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有慈悲心 但是我会告诉他们 你还没有 因为你的狠心 排斥心超过于感受对方苦的心态 对方在怎么坏 他是个杀人犯 他做了多大的坏事 但是如果你能够感受到他的苦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佛性 然后你就可以超度他 不然对一个十二不赦的人 你还是跟他对立的 你没办法超度他 所以就像佛陀叫降魔成道 佛陀对魔只用一个慈悲三昧心 很强的心态 佛陀从来没有对立 孤僻 他非常强烈的 后来我也找到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累劫累世 造了很多恶业 像我们这种出家人 要么做皇帝 要么就来出家 因为你出家了 佛陀说了 一天一夜八观灾界 可以在人间做七世国王 调查一下 我们住在澳洲的 有受过八观灾界的举手 哇 不错 各位国王 各位皇后 但是我告诉你 要小心 你做皇后你杀人就快了 所以你没有权力的时候 你可能排斥他 但是你有权力的时候 你头一歪他就头就被斩掉了 所以你如果修得越福报越大 也要小心 我就是因为这样杀了很多人 因为他们都给我讲 我的福报 我不知道各位 因为我都知道我的前世 我从小就知道 然后我也会做梦 再来有很多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 还有人帮我写了一本书 哇 我一看 这个里面可精彩了 然后等我长大 我去到每个地方 才发觉都在里面都写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加持 因为他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东西 不得不相信 但是这里面也写了 我造了很多不好的恶业 一下子一不高兴 就杀掉一千两百个人 就一个念头 不高兴 就把他给杀掉 而且是满门超早 九组十组把他给杀掉 但是当然这些东西只是 有些还是可以被你感动 因为有一点福报 你让我从轨道 然后就做人 升天 他很快乐 但是往往那个头 是最难 是超度不了的 但是你也不能怕 怕就代表你没诚意 你不想改 唯有一个方法 让对方发起菩提心 所以念下来 南无不动如来 无称大悲 诸缘不动 这个就是不动佛法 所以不动佛法的愿 可以让所有的魔鬼都变最善良的老人 这叫妙喜世界 那你要敢在佛前发这个愿 而且发这个愿 你还要发愿 如果 当然那我一时控制不了生气 那只是我的外习气 不是我的本性 但是如果我的内心 哪一天面对到最大的挫折 有一点想要报复 甚至想要排挤对方 那你就马上琢磨 你要敢发愿 如果我这样 我就下无间地 但是我一时忍不了 那我赶快忏悔 可以 因为这个 罗汉断烦恼 这个是要断的 菩萨断习气 这个习气就是因为烦恼 已经累积久了 就像衣服怎么洗 也洗不白了 它还是会有这个自然反应 但是不是你主要的动机吧 那你必须从这个内心里面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念了一百遍地藏经 它还没超度 不是一百遍地藏经没福报 而是你有没有发一百遍的地藏本愿的心态 师父我念了一万遍的 我说这一万遍 我说这一万遍 里面只要你有七遍的悲心 可能对方也超度了 但是如果你只有在念咒 我们那边没有像一部录音机的话 那就没用 就是你的心要跟这个咒 什么叫咒 咒就是佛陀的心 一个连接点叫咒 大悲咒 要存观音十种心 要有大慈悲心 平等心 要有空观心 后面背道 要有无上菩提心等等 不但要有观音十心 要发观音菩萨十二大愿 还要称念阿弥陀佛 要利益六道众生 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现在体悟的道理 不要急得快 但是要实在 很多人说实修 实修不是光闭关 实修是你面对境界 你没有真实在修 所以如果讨厌这个境界 然后讲实修 那不是说是一个心理状态 就叫念下来 有心无力 就是一句话 师父我想办道场 很好啊 但你没钱 那你没实修 你心里面有在这样想 但是你没有去布施 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其解 布施血润财产 这个叫实修 你不能把布施用观想的 很多人 谢曼达拉 那个是一个心理的修行 心理的修行 但不是一个实际的修行 你真的把房子布施出来 叫谢曼达拉 你把你最好的车子 布施出来叫谢曼达拉 所以这两个都要福慧双修 汉传佛教 大乘佛教 重实修 大家很会布施 藏传佛教呢 重心理的观修 用想的 但是还没有去做 那这两个我们都要做 为什么 各位很喜欢布施 但是很烦恼 很容易发飙 生气 我手机把你切掉 又发飙了 所以 那各位这两个 你的内心要去这样观修 你在实际的行为 要去做 真实的去做 不然的话 有时候 有些人喜欢追求 阶段高一点 但是基本都没做到 所以一个人 要修到一个圆满的心 他没有累结的福报 你连钱都没有就不用谈了 世间的福报都没有 没办法修行 所以并不是我们爱钱 而是因为你有实修 真实的去布施 包括布施你的生命 布施你的财产 为众生而慈戒 而真心的安忍 才有可能 所以这个忍 我再讲一次 来 众生忍 法忍 无声法忍 你必须忍若 你必须在众生里面安忍 再来 你必须接受 生老病死各种痛苦的法 那这两个你都能够接受 然后在冷静的观察 叫地察法忍 看到一切法的真实相 这样 你能够超越它 但是你不能离开 众生跟这个变化 无常痛苦的法 那你必须在这里面 但是没有这个痛苦 你没办法了解那是什么 而不是说 很多人喜欢读金刚经 一下就跳进去 跳进去以后 哇 我是禅师 他就不禅了 所以 因为他就觉得 我要 我是个禅师 你要尊敬我 他是傲慢 所以 我想修行很有意思 各位就 不要讨厌 如果你的老公有外遇 晚上不回来吃饭 此时正是修行时 展现我的功力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你要好好修 你千万不要去问很多事情 一直求求求怎么样 老公可以回来 那你没有再修 所以 这些境界永远会发生 身体生病 事业不顺 所以我认为 现在 这个世界局势 是修行最好的事情 因为 没有大钱赚 变化很快 如果现在大家忙着赚钱 谁来修 修什么修 我也是 我33岁开始觉得 我29岁就一直赚大钱 那时候那个股票 这样一直 到了35岁之前 就 这样一直下去 那个时候脚一拉就一堆钱 后来你怎么拉也没钱 因为局势变化 那个时候我就困顿了 因为赚钱赚惯了 这个时候赚不了钱 觉得很没意思 然后就开始像行尸走肉一样 到处去问事情 不是参访 问当东基童 神婆 什么都去问 这个没钱赚 怎么又 对不对 没钱赚又老婆又吵架 奇怪 太累了 我什么地方都去了 因为就觉得 心情不好 因为公司很大 员工多 付薪水的压力很大 对不对 然后收编又没面子 所以你要有一个困顿期 你才会去觉悟 你要一直在顺境 所以叫天人骄傲 要了解吗 有钱人 房子大的人 天生就骄傲 所以各位 我看你还是不要太有钱 你还不要太有地位 太帅 太漂亮 当你自己觉得 你有优越感的时候 你琢磨了 我们只能说 哎呦 我好有福报 我能够归上保 我很爱洗 水洗自己这个功德 自归佛 原来我有佛性 对不对 我应该好好的 开发我的佛性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 你看我指甲多美 你又琢磨了 所以因为 你很想要展现什么 所以我想 心灵讲座 我们就要 净化我们的内心 好 我为什么一开始讲到现在 他们说 十点半花才会来 意思是说 十点半 十点四十 法会才开始 现在是前行 那因为我们台湾的团圆 十一点 对不起 你们就要走了 因为他们要赶去 动物园 是吧 去给动物看 拜托你们去超度 不是去看 你去消费它 你损福报啊 你看到一只大象老虎 信你 阿弥陀佛 跟我念几个奏 因为 因为澳洲 动物最多 这几个奏 一听了 他们可以脱离动物道 第一个 叫 听闻解脱奏 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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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也叫六道金刚听闻奏 来 哈阿瑟 三马哈 哈阿瑟 三马哈 哈阿瑟 三马哈 第三个 让动物可以恢复他的佛性 也叫大密宗根本座 念一下 妈妈 孤零 三美大 妈妈 孤零 三美大 妈妈 孤零 三美大 各位要背 因为 不是说我喜欢念咒 不喜欢念咒 很多人说海盗法师 你修密宗 我就问他 什么是密宗 你告诉我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 这个咒 可以帮助众生 这就本来我们要学的 这个跟密宗 跟汉传佛教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佛法 如果你把你自己定为 我是密宗 这是汉传佛教 是你之间有问题 有高有低的分别 一切帮助众生的佛法 包括在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任何一个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是佛法 都是我们应该学的 只是按照因缘吧 所以 各位呢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 都不会呢 那就阿弥陀佛就好了 重点是 但是你有个悲心 希望它能够脱离动物道 因为你眼前看到的是什么 畜生道 三恶道 它体型越大 它越可怜 越不自由 如果它是苍蝇 它早就飞走了 所以 但是你要用悲心看它 但注意哦 当那只动物看你两眼 你觉得很熟悉 因为它是你的亲人 不然它不会看 就像有一次 我们在马来西亚 有一次骆驼 就把头拿出来 用舌头去舔我们一位法师的头 你知道是谁吗 那骆驼是他过去的阿嬷 看到孙子 亲你一下 我们去他就不亲 我怎么亲你 这个凡事都有因缘 如果你懂得了解这些 那你就会觉得很有不一样 所以见面即有缘 你看到这只动物 这只动物看到你 那叫有缘 人也好 动物也好 那各位要把握这个因缘 从心里面给他念阿弥陀佛 欧马里边灭红 希望他脱离六道 所以希望他 因为他被关在里面 不自由 他很痛苦 变成人类欣赏的 所以包括一个外国人 一个小朋友 那天在那边等团队 我们就坐在那边喝汽水 然后旁边有个老人 孤独老人 我看他很孤独 我就故意跟他偷拍照 坐我旁边 坐一个钟头 你看 他很孤独 所以 好 所以后来一问才知道说 哇 过去世 跟我有缘 供养过我 现在有福报 有钱 但是孤独 所以 然后 我就一直帮他念经 回向给他 念下来 以心传心 各位记住这一点 不管他是原住民 不管他是天主教徒 你可能语言文字 不能跟他沟通 因为我每天都要坐电梯 电梯里面有很多人 你要回向给他 就是 所以经典讲得很好 五百世修的同船渡 对不对 在一起 一千世修的同桌座 大家一起吃饭 那我们这一堆人 我看太多事了 纠缠不清啊 但是各位 如果没有过去世的缘 你看我也讨厌 我看你也讨厌 你还在听我讲佛法 所以佛陀说 你希望对方接受你的佛法 或是一个好的因果观 你要几百次奉献生命在他身上 不然对方不会听你讲佛法 释迦牟尼佛为了度 吴比丘牺牲了多少次的生命 这吴比丘有一次做五个罗刹鬼 佛陀那时候做国王 那国王说 五个罗刹鬼说 我们是要拿人血 国王说你不要找我老百姓 找我找我找我 当然大臣都反对 国王啊 你是龙王 龙之神你怎么可以 那曼特利国王说 我的名字叫曼特利 曼特利就是词的意思 你们用我的血 不要欺负我的老百姓 这个叫国王 记住这句话 一个领导者 一个权论 是牺牲比别人多了 那才叫领导者 如果我把国王的位置让给你 你就不要杀我一个兵 那这个叫国王 佛陀说要做国王 要有这个想法 千万不要派兵去杀人 保护我这个国王 所以真正的王 是牺牲奉献者 为民为王 所以这五个鬼 然后国王说 我每天扎五个针 让你们吸我的血 老百姓就会哭啊 但是扎每天五针 一个月下来多少针呢 这个国王不但没有死 气色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天上的神都被这个国王感动 他今天扎新的针 他又把昨天灌干露 要让他恢复 到后来这五个鬼 都被国王感动 你国王的悲心 喝的血 五个鬼升天 升天 那时候也发愿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 如果你成佛的就可以跟随你 所以我想 到了吗 书到了 那就发一下 所以 我想各位 如果你想要去帮助众生 你必须如此 还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为了度五个 五个人 潜在海水快死了 那时候 佛陀做 带领领领头了 就把他的刀 割脖子 自杀 一自杀 血流出来以后 身体膨胀 就一膨胀 没有膨胀 要死之前告诉这五个人 你们一定要抓住我的手 就不会撑下去 因为他身体膨胀了 然后海神不装死尸 海神就会把死掉尸体往海岸推 然后终于这五个人得救了 佛陀说 吴比丘就是这五个人 不然我没办法把佛法让他接受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愿意发真实的愿成佛的菩提心 从现在开始牺牲 奉献 不要去找成功 不要去找成就 不要去找 我要优于别人 不然就不了解 什么叫调伏内心 所以 不但调伏内心 还要有大悲心 好 那现在 发给各位一个本子 我们 要来 做大供养 我再背一次 各位注意听哦 佛陀说 你在这个世间 布施百千万亿 黄金 美金 做了多少的福报 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 为什么 佛是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要观想 诸佛菩萨在我们面前 请看第一页 有没有看到 本师释迦牟尼佛 庄严 这一尊是弥勒菩萨所做的 第二页 无量微德 自在光明露来 第三页 海涛法师的 祖师大德 我的五个师父 不过都往生了 但是往生了 反而自由 我每天一合掌 我师父就来了 观想师父来加持 所以 然后 师父会永远牵着你的手 走到最好的路 请翻到第四页 然后 准备食供养的佛萨 请准备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互职生命电视台 互职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嘉义科医师陈佩馨 随着疫情稳定控制 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邀请国人一起拥有 防疫乐活新态度 在防疫之余 也能放松 享受生活 天心提醒 防疫期间 民众仍要维持 个人防疫措施 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 应佩戴口罩 以及肥皂勤洗手 只要落实防疫措施 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 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 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 或从事踏青 运动 旅游 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共同打造安心环境 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在南投地区 草屯中心这里 举办一个为世界疫情 所有的身心病苦者 还有我身后的幼稚医院 他每日来往的一些病患 真的很多 就是为他们祈福 祈求药师佛 感谢观看 感谢了